HELLO 大家好 我是Doreen 這個禮拜的影片是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我知道我之前有錄過一支Get Ready With Me了 因為我想說我這陣子用的產品 有一些跟我上一次錄的時候不一樣 所以我想說還是可以再重新錄一支 跟大家更新一下我近期愛用的產品 然後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是 我現在開始有在用粉底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我是不愛畫粉底的人 我只會用防曬潤色隔離來當我的粉底 但是因為我最近因為 就是之前我打了疫苗之後 我就開始有一點真的內分泌失調 包括像我生理期整個大亂 然後一大亂之後我就開始狂長痘痘 我以前真的是很少很少幾乎不長痘痘的人 我可能月經來的前一陣子 我會冒個一顆兩顆 而且通常那個很快就會好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也跟疫苗沒關係 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我有上網去看 蠻多女生都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這不是說已經有醫學證實或什麼的 只是我覺得 我發現是在我打疫苗之後才有這個狀況 我就會真的狂長痘痘 而且是連續的那一種 就是會比如說連長三顆 然後好不容易快要好了 然後別的地方就會再冒三顆 而且都是那種很大的發炎的痘痘 然後我之前皮膚遭到連我媽都有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會視訊嘛 然後她就會看到我的 就是我沒化妝的時候 她就會說你皮膚最近怎麼這麼糟 然後我就會整個覺得心情很不好 因為我覺得女生一定懂 就是你當自己皮膚很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真的整個人感覺都非常糟糕 再來說如果你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你就是不應該再去化妝 因為你就是要讓她休息嘛 而且尤其是我現在也還不用出去上班 然後只是在家 我應該就是更要讓她休息 可是因為我要錄影片 像包括說我要錄快吃啊錄vlog啊 有時候真的痘痘很明顯的時候真的不好看 所以我就變成是還是得化妝 那當然我知道這不是正確的做法 你不應該再用更厚重的化妝品去把它蓋住 因為痘痘就是在發炎嘛 可是就沒辦法 就是我一定要錄影片 那為了看起來好看 我就還是一定要上妝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現在開始用粉底 以前的潤色隔離那個東西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遮住痘痘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開始用粉底 但我想說也沒關係 至少現在有用這些新的產品 我就可以有更多就是新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用什麼 因為畢竟之前也有被問過 我的底妝是用什麼產品 重新錄一次get ready with me 來跟你們分享我近期愛用的美妝產品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會化妝的人 我不是有那種很高超的美妝技巧或什麼的 我就是這101招 就是這個妝容 就長這樣 我不管今天是要去隆重的場合 或者是輕鬆的場合 我都是化這個妝 可能隆重的場合 我會眼影再加深一點 或是用比較顯色的眼影 但其實也差不多真的就是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對這麼平易近人的妝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然後記得要看到影片的最後 因為影片的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是萬年至愛的眼線液筆還有睫毛膏 我們就開始化妝囉 哈囉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化妝吧 你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我現在的狀態是已經上完保養品的狀態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我還是有一些痘吧 我覺得長痘痘跟變胖就是差不多的道理 就都是你要回復到原本的樣子都是需要一陣子的 不可能過個夜就變瘦 也不可能過個夜突然間痘痘就從原本有到沒有 那我一開始呢會先用這個 這算是一個潤色的試底乳吧 它沒有任何的防曬系數 可是我覺得它潤色的效果很好 我就是會整臉都上 那我用這個的原因呢是因為 嗯我不想要等一下粉底上很多 那它這個的效果是它會讓你的皮膚 變白跟變亮 等於是幫你的皮膚整個校色 所以我等一下後續的粉底就不需要再上這麼多了 其實超喜歡這一罐 抹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今天我 呃皮膚沒有問題沒有狀況的話 我會單用這一罐配 呃加上防曬 因為它沒有防曬系數嘛 所以你還是要再抹防曬 所以我可能就會單抹這罐加防曬 然後就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 可以很 有效的提亮你的膚色 然後又不會黏 就它不厚重 然後我用這罐也不會有 長粉刺啊 長痘痘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它很棒 然後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現在的 臉的膚色就已經比我原本沒有抹的時候亮一階了 它一開始抹上去的時候 確實是會有一點點偏白啦 可是我覺得它 你等它一下下跟你原本的皮膚融合之後 它就會再更貼合你的肌膚 好然後呢這個上完之後我就會來上我的粉底 我的粉底我最近用的是 Armani這一罐 紅色的 然後色號是2號 會混著這一個一起用 這個是一個叫做self beauty的一個 其實它算是润 也是算润色吧 我在想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它的 它是會有一點點亮亮的在裡面 我喜歡把它加在粉底裡面 是因為 它會讓你的底妝有一個光澤感 然後粉底就只要一點點就好 這樣 看得到嗎 然後我就會把它混一混 之後就 直接上在臉上 其實化妝就是還蠻大辣辣的 我不是一個走精緻化妝路線的人 因為我真的沒有很會 然後我還是習慣用海綿蛋 這叫海綿蛋嗎 美妝蛋 來上粉底 我其實之前有用過 那種粉底刷 可是 我不知道欸 我怎麼用都還是比較喜歡 美妝蛋畫出來的妝感 我覺得粉底刷 怎麼刷都還是會有 浮在皮膚上面的感覺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沒有用到對的粉底刷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美妝蛋才可以真的把 粉底拍到肌膚裡面 就是融合為一體的感覺 美妝 粉底刷怎麼樣刷 我都覺得 就是 會是 粉底是粉底 臉是臉的一個感覺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還是你們有推薦什麼 很好用的粉底刷 你們可以留言跟我講 Armani的這一罐粉底啊 它遮瑕並不是說超級無敵強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很厚重 因為我覺得 呃 要遮瑕我可以再用遮瑕 遮瑕來 專門的遮瑕產品來遮就好 我比較不想要整張臉都很重的感覺 好 這是我上完粉底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 痘疤還是沒有辦法完全遮住 所以我還是會做遮瑕 那我遮瑕用的是 Fresh O2的 然後色號是2號 我已經用 我買一陣子了 所以我其實不確定 還買不買得到 但我覺得這一支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不會很乾 然後我就會上在 黑眼圈的位置 然後還有 我剛剛的 痘疤 然後我通常遮瑕 我會讓它在臉上一下子 讓它比較乾一點 我不會馬上推開 那在等它乾的時候 我就會來畫眉毛 我眉毛本身就超濃 所以我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我沒有什麼認真在畫眉毛 我就會拿這個眉粉 這是KATE的 色號是EX4 然後我就會很大概畫一下 因為它裡面就三個顏色 這我之前也有推薦過 我會用這個跟這個 就是最深的兩個顏色 然後我就會這樣很隨性的 沾一沾之後 先畫這邊好了 我會從眉中到眉尾開始畫 其實就是照著我自己原本的眉毛的形狀 然後把它補滿的感覺而已 就這樣 沒有什麼技巧可言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其實主要就是把眉毛沒有那麼濃密的地方填空 填滿 就這樣而已 好眉毛完成 有沒有很簡單 然後再來呢 我就會把剛剛的遮瑕拍開 我會直接用手拍 因為我覺得手的溫度可以讓遮瑕更融合到你的底妝跟你的皮膚 給大家看 它這一支真的是不會乾 我覺得很棒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找到可以接替它的產品 你們如果有推薦不乾的遮瑕 歡迎你們也留言告訴我 其實我做遮瑕也是大概而已 因為我其實沒有在追求畫起來真的是完美零瑕疵的底妝 因為我本身有雀斑 你們看得到 然後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遮到一點點瑕疵都沒有太辛苦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有一點瑕疵看起來也比較自然 所以我並沒有在追求說我一定要把臉畫的一點點 比如說眉斑沒有一點點疤都沒有 我是覺得還好 所以只要稍微這樣有遮起來 我就覺得OK了 現在就要來畫腮紅 我腮紅我最近用的是這個牌子 其實我不會唸它 它好像叫 Apew 我不知道該怎麼唸 然後他們的juicy pun這個 其實我之前有介紹過 因為我之前買的是橘色系的 可是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粉色系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就又回去買了這罐粉色 它的色號是Raspberry 刷頭很酷 是像這樣 是 像指甲油的刷頭 所以我就會直接 這樣 上在 顴骨上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還蠻顯色的 然後很好拍勻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用液態腮紅 因為我覺得液態腮紅 就是又是一樣的詞 就是比較會貼近你的皮膚 因為有時候粉色的 不是 粉狀的腮紅 你會有一種覺得它浮在表面的感覺 拍勻之後啊 你看 就是它不會有浮在皮膚上面的感覺 這樣看得到嗎 我覺得照相機裡面好像拍不太出來 它很顯色 因為我看鏡子 是很顯色的 然後呢我就會來定妝 定妝我現在喜歡用的是 Charlotte Tilbury的這個 然後它是叫做 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1號Fair 你看我有多喜歡 我已經用到快見底了 我一定會 這個是我一定會再繼續買的一個 定妝粉餅 然後我就會拿大的這種蜜粉刷 然後就是很隨性的這樣 拍在臉上 我很喜歡它這個的原因 是因為它非常的輕 它一點都不厚重 然後它會讓你的底妝從黏變不黏 因為你們應該都知道我就是很不喜歡臉黏黏的感覺 所以如果我有畫 不管是防曬或是底妝 我一定要上蜜粉或是定妝 因為不然臉就會黏黏的我受不了 那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定完妝的妝感 它就會變成是一種霧面 然後而且摸起來是滑滑的的感覺 再來呢我就會來畫我的臂印 那我用我畫臂印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算不算是奇怪的方式 我會拿眉筆來畫臂印 這支眉筆就是屈城市隨便都有賣的那種 它叫惹我眉筆 然後它的色號是 好像是灰色 是灰色就對了它不是黑 然後它超級便宜 好像69塊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它很好用的地方是 我會拿來 像這樣 就你想要你的鼻樑 有多寬 你就畫多寬 這樣看起來很荒謬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用 然後你就把它推開 它這支眉筆很好的地方就是 它很好暈開 你看我輕輕一推它就暈開了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這樣就有一個陰影在了 我覺得它比眉粉還要好 勾勒形狀應該這樣講 然後比如說像我覺得我自己鼻頭很大 我就會把鼻頭圈起來 就你想要鼻頭多大 你就把它畫多大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你看這樣 然後等一下我會再補眉粉 所以這是大概而已 就是一個形狀 然後呢我就會來上眼影 我最近喜歡用的眼影是 Eduhaus的這個 Play Color Eyes 裡面就是都是很實用的顏色 應該看得出來我最常用的是哪幾個吧 然後我通常呢我會先用這個顏色 大範圍的放在眼皮上面 就算是一個打底色的概念 我會再拿就是快要沒有的這個色 然後我下眼皮也會畫到就是眼中到眼尾的部位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然後呢臥蠶的部分我會用一個另外一支 是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這一支 它好像是叫Aqua Resist Color Pencil 色號是4號Sand 我覺得它拿來畫臥蠶還蠻自然的 給大家看 你就稍微眼睛用力一點 就畫在臥蠶的位置 然後如果想要握蠶再 就是明顯一點的話 會拿剛剛的眼影盤 沾這個顏色 就是不要太深 輕輕的 就是刷出一個陰影的感覺 這個步驟不能太貪心 要不然就會變得很像黑眼圈 所以只能一點點一點點 我其實後來發現啊 要錄這種拍化妝的影片 真的超級無敵難 我非常非常佩服那些 真的是美妝youtuber或是部落客 因為真的好難拍 你很難認真就是看著鏡頭 然後畫出好看的妝 因為其實看不太到 然後鏡子又在這邊 可是又怕看鏡子 沒有看螢幕很為難 然後呢突然間碎碎黏 我會再拿出剛剛那個眼影盤 然後會用比較深一點的這個亮粉色 我其實後來發現我比較喜歡 就是亮亮的眼影 我沒有那麼喜歡霧面的 可能就是身性比較雞花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這個亮粉色啊 很漂亮 然後眼影的最後一個步驟呢 我會拿這個顏色 就是帶亮粉的深咖啡色 我會上在靠近睫毛根部 跟眼睛尾巴這個七字 這個部位 好眼影完成 就長這樣 然後呢我就會來夾睫毛 那我夾睫毛這個我已經忘記 我在哪裡買的 我隨便買的 然後因為我睫毛一定都會在用燙睫毛器燙過 所以其實我夾睫毛不用夾得這麼的認真 我只是想要稍微夾出一個弧度 我等一下燙睫毛器比較好用而已 這個我可能就要看鏡子了 因為我怕夾到自己的眼皮 我睫毛其實不短 可是不濃 就是它是比較稀疏的長睫毛這樣 好然後呢我就會來 畫睫毛膏 我最近睫毛膏愛用的是這個 是Kiss Me他們的新產品 然後他們這個新出來的睫毛膏跟眼線筆 是主打筆之前還要再更防水更防暈 它的刷頭是這樣的 我應該給大家看一下它有多好上 因為很多睫毛膏比較容易會有結塊的現象 但它不會 你真的是 你看 其實看不太到 就是很自然的 不用刻意的小心翼翼什麼的 你只要這樣輕輕的刷上去 它就是 你看 就會有這個效果 根根分明的效果 它不太會有蟑螂腳的現象 我覺得超棒的 因為有一些睫毛膏啊 它很濃密很纖長 可是它很容易結塊 所以你刷的時候都要非常小心 但Kiss Me這一支不會 你看 然後下睫毛一樣 睫毛通常是我化妝 就是用最久的一個 步驟 因為我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就會慢慢的刷一層燙一層 刷一層燙一層 就看你有多少時間 然後你想要你的睫毛有多濃密跟多翹 因為如果你刷越多層燙越多次的話 它就會越濃跟越翹 可是如果你沒時間 那當然也沒辦法 可是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就會好好的來用這一切 然後我剛剛刷一次嘛 我就會燙一次 燙睫毛器是王陰喬的燙睫毛器 我覺得這一支是我用過最燙的燙睫毛器 所以看你們各自的喜好跟需求啦 那因為我的睫毛是 就是比較塌的睫毛 所以 我覺得燙一點的它比較會 讓我的睫毛捲翹度更持久 不會說 越到傍晚它就越垂 然後下睫毛也一樣 然後呢我就會再刷一層睫毛 然後再燙一次 其實你看刷兩層它就已經存在感蠻重了 我覺得下睫毛啊一直都是我 就是刷睫毛比較有障礙的地方 因為我很容易刷到下眼皮上 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好像 我之前看網路上啦 他們就會拿指板墊在睫毛下面 這樣就不會沾到 可是我就覺得好麻煩喔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就會再燙一次 我通常最基本最基本 我一定會刷兩次燙兩次 然後如果時間還夠 我就會 無限上綱 就是我就會刷三次燙三次刷四次 刷四次燙四次這樣 剛剛相機沒電我沒發現 我剛剛刷了第四次 然後我現在要燙第四次 我不確定我剛剛 錄到哪裡 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刷四燙四的效果 我真的超喜歡它這樣根根分明的感覺 好那睫毛完成了之後呢 我就會來畫內眼線 內眼線 內眼線我現在用的還是 MISS HANA這一支的 已經快被我用完了 那我就是會把眼皮翻起來之後 畫在睫毛跟布的地方 我眼頭跟眼尾也不會畫到 因為我等一下會用眼線一筆帶 所以最主要就是在眼睛正上方這一塊 我會把它就是用內眼線填滿 才不會有空洞的感覺 你看這就是有畫跟沒畫 然後再來另外一邊 就是兩邊都補起來的樣子 好然後內眼線畫完之後呢 我就會來畫外眼線 就是用眼線一筆 眼線一筆就是我的萬年至愛 KISS ME 真的 這是他們的 也是他們新出來的眼線一筆 也是跟睫毛膏一樣主打 比以前更防水更防暈 用的顏色是深咖啡色 因為就像我講的 我因為長得比較 我不像的時候比較兇 所以我後來都是用深咖啡色 比較想說看起來可不可以眼神 眼神再柔和一點 然後你們看他的筆頭 就是超級細的那種 所以非常非常好上手 很好畫 你要畫粗畫細都沒問題 然後我通常就是會從眼頭開始 看到嗎? 我會把眼頭捕起來 之後眼尾我會順著我剛剛畫的那眼線 帶出去 你看 輕輕鬆鬆就可以帶出去 我覺得真的超好畫 然後另外一邊一樣 我也是會先從眼頭開始 然後把眼尾拉出去 然後把眼尾拉出去 你看 我超喜歡他這樣可以很輕鬆拉出很俐落的線條 然後顏色又很飽和 我真的超愛KISS ME 那眼線就完成了 那畫完之後呢 我就會來打亮 打亮我用的是Fenty Beauty的這個 然後他的色號是Starstruck 他裡面就像一個 像這道棍子嗎 Stick 然後我覺得他的顏色來打亮 超級適合亞洲人 就是不會很突兀 因為有一些打亮可能比較黃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我覺得他的 他的量是很適合亞洲人的膚色 我就會上在顴骨跟眉骨 然後我會用手把它推開 你們看這個光 我真的超喜歡的 我今天下手下的筆 比平常重 因為我發現相機會吃顏色 所以如果我不下重一點 你們看不出來 但我就是想 我就是很喜歡這個光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然後我會再上在鼻樑上面 鼻樑我會分兩段來上 一段是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是鼻頭 我會畫圓 然後一樣用手稍微推開一點 你看鼻頭就會亮亮的 我超喜歡這個顏色 你們看 就這樣 然後打亮上完之後 我就會來上我的眉粉 就是用眉粉來上鼻影 也一樣是剛剛那個KATE 這次我會用是下面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之後呢我會從鼻頭開始 因為我覺得我鼻頭很大 然後再往上帶 然後你可以稍微再把鼻頭修小一點 好 最後呢 因為有時候我打亮如果上太重 你就會覺得腮紅被吃掉 所以我有時候會最後再上一點點腮紅 就是壓在剛剛打亮的位置上 才不會說好像打亮很突兀的這種感覺 然後一樣就是把它拍開 好給你們看最後是這樣 好的最後一步就是要來上口紅 我口紅最近愛用的顏色呢 是兩支一起擦出來的感覺 一支是這個BBIA的 色號是21 然後另外一個是Color Key的 色號是B705 這些資訊我都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所以如果你們來不及聽或來不及截圖 可以直接到下面去看 那我會先用BBIA的這一支 我會大範圍的上在嘴唇上面 甚至你有一點點突出嘴唇框外都沒有關係 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這一支單擦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打底色 BIA這一支啊它比較吃色 它不太會掉 可是也因為這樣它就比較乾 所以你一定要 事前前一晚你要抹護唇膏 才不會你隔天要用這一支的時候 唇溫很明顯 或是覺得非常非常乾 到嘴唇上之後我會讓它稍微乾一下 等它乾一點之後呢 我就會拿衛生紙 輕輕的先抿一下 之後呢我會再拿出Color Key的這一支 然後這一支我會上在嘴唇的中間的部位 Color Key這一支啊它就比較濕潤 它比較像是唇釉的感覺 它不是那種會霧面的 它比較是亮面的 可是就也因為這樣它就比較容易掉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會上兩支 因為今天就算Color Key這一支掉了 我底部還有BBIA那支當打底 就不會完全是沒有顏色的 這兩支插起來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兩支混出來的顏色 因為我其實後來發現我還是比較適合這種 紅色紅棕色調的唇膏 我不是很適合橘色 橘色我會整個人很黃 很像很像一個南瓜 給大家近一點看一下 這就是完妝之後的樣子 你看到還是看得到雀斑啊 然後一點點的痘疤 可是我覺得就這樣 我並沒有要求一定要它完美無暇 因為本來就沒有無暇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我的睫毛 還有我的眼線 然後打亮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唇膏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然後我就夾個頭髮 我就可以出門了 這就是我的GET READY WITH ME 希望你們還喜歡 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想要來隆重的介紹 這支影片的贊助廠商 也就是KISS ME 台灣的大家應該沒有人不知道KISS ME這個牌子吧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可以說是 開架眼妝彩妝的第一把膠椅 我覺得他們的東西真的很平價之外 效果非常好 完全不輸專櫃的眼線筆啊 或是睫毛膏 這次真的被他們找來合作 我非常非常的 可以說有一點感動耶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follow我一陣子 你一定都知道我講無數次 就是我多愛KISS ME的眼線筆 像包括之前跟John一起合作的影片 我也有提到 像幫他化妝那一集 我也說就是我是用KISS ME 然後我們還開玩笑說 因為之前我空服員受訓的時候 不是我們需要下水嗎 就是要去做Ditching的這個訓練 那就是要完全下到水裡面 就是你整個頭會在水裡面的那種 就是那一次我下去水裡面再起來之後 發現眼線跟睫毛膏都完全沒有掉 我才真的覺得說真的真的非常厲害 它的這個防水跟防暈的功力 是 也是KISS ME 超防水超防暈 因為我用它很久 我從大學真的是大學 就用到現在 而且這中間完全沒有變過型喔 我的眼線筆一直都是用KISS ME 而且我大學很多好朋友都是因為被我推坑 就是我跟他們說真的超級無敵好用 然後他們也就是從大學用到現在 我完全沒有用過別家的眼線筆 真的是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比我更忠心 應該講說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用他們家的眼線筆 所以我知道日常生活中他們的眼線筆 是不會暈也不會掉的 可是我沒料到說竟然真的是完全下水再起來 還可以完全一點都沒有掉 所以我就在那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豔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超級防水超級防暈的眼線筆 還有睫毛膏 這次的這個睫毛膏呢還有眼線筆 是他們耗時五年新研發出來的產品 他們是主打說會更持久更顯色 然後更防暈更防水 其實我是覺得他們真的不用這麼搞剛 因為我覺得之前的眼線筆跟睫毛膏 我就已經覺得超級棒 我找不到任何缺點 有啦唯一的缺點就是比較難卸 可是等一下就會講到這一個 就是卸睫毛膏的這個卸睫毛膏卸除液 那這次等一下再講 可是除了難卸之外 我沒有任何的可以批評他們的缺點 然後先來講一下他的這個眼線筆 就是新版的這個 我覺得他的他們家的眼線筆 就是他們的頭 他的頭非常的細 看得到吧 然後還有一點是他們家的眼線筆 非常的柔軟 我用過之前也是就是別排的 就是類似這樣的眼線液筆 然後他的前面會很硬 當然說你畫在眼睛上面是不至於到會痛 因為講痛是有點誇張 可是你就會感覺到他非常非常的硬 可是Kiss Me的完全不會 他超級柔順 其實真的蠻像毛筆的 那因為他的頭很細 所以不管你今天你的眼尾你想要畫粗畫細 都是非常好帶的 就是很好控制的一支眼線一筆 然後我都是選深咖啡色的 因為我本人長得很兇 尤其是不笑的時候臉很臭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眼線在畫黑色會看起來更兇 所以我後來都是買深咖啡色的眼線筆 因為想說不要隨時隨地看起來都很像想殺人的樣子 那這邊以致證明 以前我最一開始買的是他們這一個 這是舊款的很舊紫色的這一支 那這一支完全就是黑色的 然後我後來因為覺得自己就是看起來太兇 我才去買就是這支 應該是好像是不同代 可是反正這一支也是我之前買的 就是咖啡色的 這支是我後來的愛用 就是咖啡色的這一支 然後到他們現在出了這個新版的 然後我也是選深咖啡色 我們家外面鳥超吵的 你們聽得到嗎 他每天六點都給我起來吵 這不是重點 所以以致證明 以致證明我真的超愛KISS ME的眼線筆 我真的是從以前用到現在 還有一點是我覺得他們家的顏色非常非常的飽和 就是有一些眼線筆 我覺得甚至是應該講說他們家眼線筆是到你到最後快要用完 他快乾的時候他還是可以很飽和 我不知道怎麼辦到的 因為有一些別排的眼線液筆 你用到最後的時候就是快要沒水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他變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理解我的意思 可是他們家眼線液筆完全不會 就是非常非常的濃 跟顏色非常的顯色跟飽和 不管今天你是選黑色還是咖啡色都是一樣的 還有就是再來講他們的持久度 我之前飛中國的時候 飛過去上海一趟就要14個小時多 那我中間還會去CruBank睡覺啊這些的 我真的是一整趟到上海 我可以完全不用補眼線 你就知道他有多持久 因為老媽媽們都已經熊貓眼到不行 然後我的眼妝還是可以超級完整 我可能底妝會掉口紅會掉 可是眼妝就是不會掉 而且我真的被問過好多次 我是用哪一排的眼線筆 然後我以前那時候我有跟我同事講說 喔好像美國買不到 因為這是我在台灣去城市買的 所以真的不騙真心不騙 真的是我超級愛他們家的眼線筆跟睫毛膏 那再來來講他們這次的這個睫毛膏 我覺得Kiss Me家的睫毛膏啊 我之前很喜歡的還有一支是 他是極細的 可能現在不在我手邊在我房間裡面 他這次的這款呢是一般的 就他之前也有出過 是比較粗一點的這個頭 可是我之前很喜歡的一款是 他是很細的頭 就是會讓你的眼頭的睫毛 跟眼尾的睫毛都可以畫得到 就是不會那麼吃力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睫毛膏 很棒的一點是 他非常非常的好上 現在的睫毛膏其實做的都還不錯 你要找濃密或是纖長的都沒這麼困難 可是有一些睫毛膏很容易有蟑螂角 就是你必須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這樣刷出去 才不會結塊 可是Kiss Me家的真的 你隨便刷他都不會有蟑螂角的問題 我覺得這點超級棒 然後還有一點是 像我的睫毛 是非常非常典型亞洲人的睫毛 我其實睫毛本身比較幸運的是 算長了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 我的睫毛的缺點就是 他很容易垂 他沒有辦法像歐美人士這樣 他們是綻放的睫毛 天生就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一定要用燙睫毛器來燙睫毛 不然我的睫毛就是會很容易垂 那有一些現在外面的睫毛膏 他們很濃密很纖長沒有錯 可是他們可能也因為這樣就太重 所以睫毛很容易到傍晚晚上的時候 原本就是翹的 可是他到傍晚晚上 他就會慢慢慢慢的掉下來 可是Kiss Me他們家的 雖然濃密跟雖然纖長 可是他不會讓你一整天到傍晚晚上的時候 睫毛就好像眉睛打彩這樣就垂下來 都不會 就如果你當時你刷完的時候長怎麼樣 像我刷完的時候現在長這樣是翹的 他就會一整天都維持這個翹度跟捲度 他不會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又慢慢慢慢的垂下來 這是我覺得他們家睫毛膏很棒的地方 那再來就要講到說難卸的這個部分 因為確實他們家的東西是真的很持久 所以也相對來說就會比較難卸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後來就出了這個 卸睫毛膏的睫毛膏卸廚液 那這個其實我之前也有在Instagram分享過 我覺得很好用 當然我不得不說這個 就是卸睫毛膏的這個是我在比較近期才開始用的 我之前一直用的只有眼線一筆跟睫毛膏而已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他的好處是 因為像你在卸南卸的睫毛膏跟眼線的時候 你難免就是會一直去拉扯跟摩擦你的眼皮 但其實後來才發現你這樣摩擦 其實容易造成你眼周的細紋 還有一點就是睫毛比較容易被扯掉 那他這一個卸睫毛膏的卸除液呢 是你只要在你要去卸妝之前 你把它塗上 他的頭就跟睫毛膏一樣 其實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般的像睫毛膏的這個刷頭 那你就像刷睫毛膏一樣 你就把它刷到你的睫毛上面之後 你等個大概15分鐘 也不用太久 這中間你就滑個手機啊 時間很快就過了 那你等他稍微把你的睫毛膏溶解之後 你再用正常的卸妝步驟拿卸妝棉 然後沾眼唇卸妝液 然後你只要稍微再輕輕的敷一下之後 就馬上可以全部帶走 我覺得這是他很棒的地方 就是省掉你很多在那邊搓揉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睫毛膏卸除液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個產品 我是真的真心非常非常喜歡KISS ME的產品 然後我覺得這次能夠接到他們的合作的邀約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 其實說老實話是有點感動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辦法懂那種 你今天不管其實有沒有合作 你就是會一直用他們的產品用下去 結果竟然還被看到 是這種被 是被你喜歡的東西肯定的這個感覺 就會有更 更不一樣更開心的感覺 所以我是真的很感動他們 就是這次來找我合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本世紀最對得起良心的合作了吧 我從大學用到現在真的十幾年 沒有人可以比我更忠誠了吧 現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家都要 出門都要戴口罩 那其實你能露出來的部分 你就只有眼睛而已 所以眼睛的妝容 這邊你更不能落差 如果今天你 譬如說你的妝還有 容易暈啊 容易掉啊 的困擾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你們去試試看 KISS ME的眼線筆跟睫毛膏 因為我覺得你們真的不會不會失望 我覺得真的超級無敵好用 那現在 某某購物網上面呢 就能買到KISS ME 如果你們覺得現在防疫期間 你們不想出門啊 想要居家防疫啊 或者覺得出門人很多很危險啊 你們可以上 某某購物網去逛一逛 那他們有時候還會不定時的 會有促銷活動或是有折價券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這樣逛起來 買起來會更加的划算 我會把購買的連結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真的非常歡迎你們去試試看 給KISS ME一個機會 因為我覺得你們真的真的不會失望 我覺得這個價錢的這個品質 我真的覺得沒有人可以打敗他們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歡KISS ME 然後最後也想要再次謝謝KISS ME 給我這個機會跟我一起合作 我真的 我覺得可能得奧斯卡獎都沒有這麼開心 有點誇張啦 可是我意思是說我真的很感動他們 就是這樣願意給我機會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們的產品 然後我覺得推薦起來 我真的一點都不心虛 我超級無敵喜歡KISS ME 所以謝謝KISS ME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也歡迎你們 非常推薦你們去給KISS ME一個機會 真的真的很好用